希望地鐵這一班新的管理層 希望做好一點,真的 不要一下不如一下,真的 我都很心痛地鐵真的發生很多次 錯一定會有 我真的不信心地鐵會有這麼大的拖留 第二就是,它說有做 simulation, emulation 我都很懷疑,是不是有做,以及很徹底地做 好像田北辰所說,頭頭尾尾被抖 因為回去多倫多,反而人家會檢查到 部署都有問題,為什麼我們這裡 部署有問題,而是實地反而出了問題呢? 這是第一個懷疑的,我想問一下 需不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後面方案 如果真的發紅,是真的不見了 田北辰的提議,要想一下是不是斬籃 後面沒有做的那些 真的要斬籃,斬籃之後 你都要有一個方案 那用哪個方案呢? 很可能要重新招標 如果是這樣 是的,沒錯